每一個生命見證都可以將人帶向上帝 2015年,我們繼續搜羅 不同感動人心的基督徒故事 希望令人從中得到激勵 讓人認識上帝 我心情非常緊張 因為很怕藥味掉到我口 2015年初,我們訪問了90後抗癌少女 鄭凱雲,Constance 2011年,她發現患上罕見的滑液惡性腫瘤 之後三年,癌症三度復發 但是重重打擊,沒有將她打敗 反而和男朋友在社交網站開專頁 分享她的抗癌心路歷程 當我知道我第二次病的時候 當然會有失望的時候 因為我一直以來在我病當中 我一直很期待回瑞士讀書 但是很可惜 今次也不能夠準時回到瑞士讀書 但是我都不會埋怨 我都沒有問神為什麼 我就開始努力打仗 今次一定不害怕 靠著耶穌,Constance有力量走下去 雖然患病,她仍然參與不同的訪問 拍攝,出書等等 希望用盡她自己的每一分力氣 鼓勵其他病患者樂觀面對人生 2015年11月14日 Constance安息主懷 眾言不捨 但是她生前對上帝的信心 仍然為大家帶來溫暖和盼望 她燦爛的笑容 也會永遠留在我們的心裏 Constance在她每一天 她都會覺得呼吸都是神的恩典 她說過人生就好像七色彩虹一樣 如果沒有風雨的話 那又怎會有彩虹呢 所以她一直都很堅強 她亦都用正能量 她亦都用笑來感染每一個人 2015年 我們亦都訪問了世界知名的聲樂家 培宰哲 分享她幻想甲壯腺癌之後失聲的經歷 上帝在當中 如何改變她的人生 和唱歌的態度 雖然會不見了 但是我一點 但是 про第一種 我是我的 learnt 所以我肥而言 我可以在看 经过艰辛的治疗 他能够继续唱歌 他的个人经历 亦都被搬上人幕 鼓励面对痛苦患难的人 人生一定会有出路 除此之外 我们还专访了 中国大型歌唱比赛的选手 人气网络漫画家 文川节之舞者 还有演艺人等等 透过不同人的分享 让更多人体见 上帝在每一个人生命当中 都有他的美意